是人心的牛须还是道德的轮上 小子居然把妙娃种子当作食物投喂给卡比兽 为了获得必杀季学习机 小子参加了自行车越野赛 但是他的自行车貌似不怎么样 根本就骑不快 很快被其他参战选手远远抛在了后面 正当他准备弃拳的时候 意外的发现那些超过他的选手在排队过桥 原来这不是普通的自行车比赛 是宝可梦障碍赛 如果遇到宝可梦妨碍比赛 使用宝可梦来解决问题也不算违规 不违规 小子感觉机会来了 去吧 快涌挖 帮我造一座冰桥 骑上冰桥小子成功往回了局面 但比赛还没有结束 小子惊奇地发现 他前面的选手都偏离了比赛路线 因为正确的道路是一片密林 里面有很多重系宝可梦 强行走捷径可能会花费更多的时间 呵呵 重系精灵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只见小子把皮卡丘背在背上 让他用电击驱散精灵 前面又让妙娃种子 用飞野快刀开路 一路畅通无阻 然后动得一声 一颗大针锋的蜂巢 掉在妙娃种子头上 接下来的画面过于美丽 请大家自行想象 狼狈不堪的小子 终于从森林里出来 虽然被遮了个满头包 但是他的排名上升了很多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难题了 在通往终点的必经之路上 一只卡比兽呼呼大碎 领先的永库男和捕虫少年 已经被卡了很久 永库男给小子出了个主意 用食物诱惑卡比兽 食物 小子想到了一个办法 抱起沾满蜂蜜的妙娃种子 就放在卡比兽面前 不是小子 你不是还有快勇蛙吗 用急怒光线照个桥绕过去啊 你看把妙娃种子给吓的 成功被密制蒜头吸引的卡比兽 高速冲向小子 小子在卡比兽的追赶中 赢下了比赛 但是高额的奖金 都被用来喂食卡比兽 和修复赛场 以后该怎么办 以卡比兽的提醒 他该怎么样